認識阿易牧師 其實我傷膝蓋痛了超過十年 我用了很多方法 是對鞋訂做 那些錢很貴 因為我痛得不能走 是很嚴重的 吃普通的葡萄糖胺都不可以 我老公知道 要一隻包上止痛 在美國訂回來 香港沒空 我不是買過牌 我才可以應付到 我真的可以走到 那一隻 他要是有止痛 勉勉牆牆都吃了很久 我有葡萄糖胺 我整天都期望求神醫治我 過幾月前 認識阿易牧師 那次和我們夫婦討報完 我去香港見證 讓他自己說 我呢 我就跟神說 咦 這麼奇怪 我就 立即不吃那些葡萄糖 這麼奇怪什麼 是不是不痛 這麼奇怪 突然間好像很鬆 我呢 就 直接不吃葡萄糖 即不吃 看看是否真的 我就沒有吃 看看是否真的 還去跑步 我去跑步了之後 沒事 最奇怪的是 上星期一 這裡的電梯就壞了 我想上星期一 有來的人就知道 壞了 我都走十四層樓 我真的想不走 我打算走 回家 我很想來這個聚會 那些藝牆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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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牆 祈禱 然後就求神促手 我們一走完之後 我以後都走不到 死 上來之後 完全是沒事 哈利路人感謝神 張榮耀歸上帝 我一直都沒有食譜和保安 我現在都沒事 我只是感謝神 謝謝牧師 你起初痛的程度 可否再營一下 很嚴重 走不到 走不到 我看很多醫生 醫生說是不能夠的 是這樣的 我那時都很年輕 十年前 不是太老 是這樣的 沒有得醫的 我們醫生也是這樣說 我們不是有幾份醫生 周圍找原因 就扔了一些鞋子 他又說我膝蓋不歪了 這樣是好些的 我們這些波鞋和鼓鞋 我都弄了一些鞋子 是好些 但都不行 都是要食譜和保安 現在 好吃一段時間是已經 感謝主 榮耀歸給主 感謝神 哈利路亞 將榮耀歸給上帝 真上帝真是 好有療餅